二战期间,德军进攻到苏联后,补给线就出了大问题 出现问题的原因是,苏联的铁路轨距是1520毫米 而西方列车的轨距是1435毫米 补给物资运送到苏联后,必须得想办法转运 苏联当年修建铁路时就考虑到万一遭到入侵 如果把轨距修建成标准的1435毫米 敌人就能够长驱直入,因此决定加宽轨距 没想到,一语成谶,还真遭到了德军的侵略 当初的一个小改动就发挥了大作用 德军为铁路轨距的问题伤透了脑筋 他们希望有一个车站同时具有宽轨和窄轨 这样就方便多了 这样的地方还真让德军给找着了 这就是位于洛瓦纪合上的大卢基德军高兴坏了 41年8月,德军拿下了这个只有3万人左右的苏联小镇 苏联不甘心,想夺回来 苏军组织了几次反攻都没有成功 但是这个车站对苏联来说也太重要了 是连接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和莫斯克的枢纽 苏军只好等待合适的机会再夺回来 德军拿下大卢基后 发现西面有一个大卢堡十分宽阔 就改成了占地医院和指挥中心 而在镇上其他地方分布了一些碉堡 德军认为如果有规划的再修建一些碉堡 从镇外一圈一圈往镇内 这不就成了固若金汤的防御攻势了吗 德军说干就干,大肆修建碉堡 修建好以后就在里面存放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物 苏军看得十分捉急 但是,彼时德军北方军群和中央军群都离大卢基很近 苏军不敢轻举妄动 苏军等阿党,没有等来机会 却等来了德国曼斯坦因带领的第十一集团军到这里来增染 苏军更不敢轻举妄动了 而驻守在大卢基的德国第五十九军却高兴坏了 因为第五十九军其实只是一个名头 属下只有少将舍乐带领的第八十三部兵师五千人 第三三地师两千人 第八十三部兵师的第277部兵团由中小萨斯带领 主要任务是守住大卢基125公里的防线 师部其他每个连防守三公里 第三三地师负责防守大卢基南北面 但是没有防污取暖防寒 在这种情况下 曼斯坦因元帅的到来自然极大的鼓舞了第五十九军的时期 但是第五十九军还是高兴得太早了 过了一段时间 曼斯坦因元帅就带着大部队去支援斯大林格勒去了 更要命的是 中央军群已经离开他们一百多公里 而且之间出现了两个各自宽达十多公里的防御缺口 曼斯坦因部队一走 第五十九军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立即对这两个缺口进行了仔细侦查 侦查结果让他们稍微松了一口气 这是两块沼泽地 而且上面有一两米的水深 一般情况下侦查兵才能够通过 大部队基本上无法通过 他们还是放心不下的就是 如果到了严东水面结兵了 大部队要通过就轻而易举了 这成了第五十九军的一块心病 苏军也看到了这个缺口 他们认为收复大炉机的时候到了 十一月四日八万多苏联加里宁方令军开始骚扰德第五十九军 但是都是小打小闹 十五日苏军认为十打一 无需重武器压制也能够战胜七千德军 便开始南北包抄大炉机 因为途中并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阻击 九天后八万大军兵领打炉机 大炉机南北守军看到浩浩荡荡的苏军包围上来了 立即就撤回了大炉机阵内 第二天苏军发动了攻城战 打了三天双方伤亡十分惨重 但是苏军总算完成了河北切断通讯和铁路 把舍勒的第八十三步兵师五千多人死死地围在了城内 舍勒眼看敌我兵力悬殊太大 用无线电请示上级准备撤退 结果上级丢下了冷冰冰的四个字寸土不让 就这样德军失去了第一次最佳撤退机会 如果在此时折腾 顶多失守一二十公里的防线 并不会对大局造成什么影响 既然不让撤 舍勒就只好硬杠下去 他把只要能够动的战士都全部动员起来 对进攻的苏军进行狠狠还击 结果 苏军被打得满地爪牙 尤其是跟着苏军的爱沙尼亚军队 11月30日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帮德国人打苏联去 好几百人临阵脱逃去投奔了舍勒 双方又激战了一周之后 第83师已经快淡尽粮绝了 而且商员没有药品救治 舍勒少将不得不再次向上级申请支援 希德勒此时似乎回过山来了 如果大卢基失守 斯塔林格勒和利宁格勒的德军必然会受到威胁 于是命令附近部队增援大卢基 特别要求德军精锐中的精锐散兵部队出手相救 然而 时任空军司令戈林却违抗军令不出兵支援 如果此时散兵部队伸出援手 第83师最终也不至于全军覆没 由于戈林的不配合 第83师同时第二次撤退的机会 孤独无援的舍勒少将只好继续拼命坚守大卢基 当然 德军当时也确实没有太多的兵力来支援大卢基了 因为战线拉得太长 德军在各个战场都开始力不从心 尤其是斯塔林格勒的德军 自身的兵力吃紧 军用物资也几乎快耗光 连之前距离大卢基比较近的中央军群 也全部去支援斯塔林格勒战斗去了 苏军十分清楚 如果一旦德军的援军到来 他们就没有夺回大卢基的机会了 因此 他们发动了车轮战 因为背靠加里凝方令军 进攻大卢基并不确认 这一群不行了换一群接着打 而且还新增加了一个炮兵团和迫击炮团 大卢基的德军随时都可能全军覆没 焦头烂额的希特勒 再次意识到大卢基的重要性 艰难地让在斯塔林格勒 参战的第八装甲师 火速增援第59军 同时命令空军空投各种军用物资 此时的空军已经帮不上什么大忙了 大卢基已经被苏军围得水泄不通 空投的物资很多都落入了苏军的阵地 而且还损失了80架飞机 眼看大卢基即将失守 希特勒再次命令中将武勒 带领第二批部队救援第59军 然而 当武勒赶到大卢基时 苏军已经把大卢基从洛瓦记和蓝腰阶段 分成了东西两部分 偏偏这个时候 武勒中将出现了判断失误 他以为苏军的主力在西部 就在西部同苏军打了起来 而大卢基西部仅仅只有一个步兵团 真正的大部队 已经在东部同第八装甲师打起来了 第八装甲师原本在斯大林格勒 就战损严重 连夜奔波后 伊少队多同苏军交火 没有等到武勒的增援 1943年1月9日最终全军覆没 当天 德军第五山地列兵营 也被苏军用火箭炮全部歼灭 好在伯兰登堡特种部队的及时加入 才让第59军又有了一线希望 也许是第八装甲师的覆灭刺痛了希特勒 他对戈林下的死命令 必须派出第一伞兵营救援大卢基的第59军 1月14日 博兰登堡特种部队攻入大卢基城内 伞兵营也在西南方向撕开了一个口子 最终救出了第59军的200名战士 这是7000人中仅存的幸存者 第二天 德军见大势已去 确认已经无法解救剩余的第59军将士 德军不再继续进攻大卢基城 11月16日早上 第59军聚首在仅有的两个碉堡内 再次请求支援 原因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另外受伤的德军突围 更重要的是 他们不希望这个战略要地被苏军抢回去 也许他们并不知道 上级已经放弃对他们救援了 一直战斗到上午8点 此后 枪声停了 炮声也停了 整个大卢基仿佛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大卢基只是一个小镇 大卢基战役只是一场小战斗 双方投入的兵力也不多 为什么后来美国会把这场战役 称为教科书式的攻防战呢 首先是该战力的稀缺性 因为在二战的苏德战斗中 一般都是苏军守德军攻 德军防守苏军进攻的战力十分稀少 而像大卢基战役这种苏军主动发起的进攻战役就更稀少 美国对这个战役进行研究 能够更好地摸清苏联的进攻策略和军事思想 美国的警惕性是十分高的 通过类似研究 为以后对苏联的防御奠定基础 另外 就大卢基战役本身来说 其研究价值也非常大 可能改变某一个因素 都可能导致天差地别的结果 从防守大卢基的德方视角来说 如果苏方已经形成口袋阵 双灵苏方兵力十分强悍 如果德方没有解救兵力 只能放弃防守 否则将会全军覆没 在确认没有救兵的情况下 无论是出于宣传需要或者某些人的执念 都必须放弃具体 以牺牲有生力量的代价 去聚守一个注定会失守的据点 最终会得不偿失 11月18日 苏军已经完成口袋河北 舍勒确实没得选 他不知道会不会有救兵 只有寝室突围撤退 但是 舍勒的上级是有选择的 如果确认没有救兵 或者救兵无法在最佳时间内抵达阵地 就只是突围撤退 如果有救兵 就当机立断立即出手相救 一旦决定出手相救 就应该立即行动 而且要派进最精锐的部队 这样才能够最大可能的取得成功 和遭受最小的损失 大卢基战役中 本来已经错过了最佳救援时间 此时最好的方式 是让博兰登堡特种部队 和散兵营同时火速出动 加上此时成为的第59军 还具有极强的战斗力 这样才能够取得成功 然而 德军派出的救援部队 却是已经被打掉锐气的第八装甲师 戈林也违抗军令拒步派遣最精锐的散兵营 第二次救援良机就这样失去了 为什么必须要派遣最精锐的部队呢 因为此时对方的包围圈 已经形成了一个闭环火力 救援部队要撕破这个闭环 前后左右都会受到攻击 撕破包围圈之前还好 只有前面受敌 刚刚撕破包围圈时 两翼就直接暴露了 此时已经三面受敌 随后 后面也会有敌军进攻 可见 在还没有冲入包围圈时 救援部队已经陷入一个新的包围圈 四面受敌 如果不是最精锐的部队 显然很难突破这个新包围圈 或者即使突破也会损失惨重 空中救援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无论从哪一个方向进入包围圈 飞机都必须得越过这个闭环火力圈 进入和返回都可能被击落 要求要趁早进行救援 是因为越早被包围的部队越有战斗力 这样才能够形成里应外合 太迟 被包围的部队已经失去战斗力了 救援成功的机会也就几乎丧失了 作为包围进攻方 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数倍于对方的兵力 一般情况下 三打一发动进攻战 五打一发动包围战才有可能取胜 大卢基战役中苏军算是误打误撞符合了这一要求 因为苏军一直都是打人海战术 这次显然不是其军事水平高的体现 攻击战或者包围战的主要目的是 歼灭对方有生力量 拉打双方兵力悬殊的程度 苏军正是因为不是军事水平高发动的包围 在形成包围圈前和刚刚形成包围圈时 军没有把主要目的放在歼灭德军有生力量上面 因此这迄今的损失十分惨重 事实上 军事人员从大卢基战役中 可以研究学习的东西非常多 美国称其为教科书级别的攻防战 一点也不为过